总统普丁罕见地宣布要暂时停火 声称是要让东正教的信徒来庆祝耶诞节 但乌克兰显然并不领情拒绝停战 想借此获得喘息的空间 趁机补充弹药 俄乌大战持续超过十个月 俄军连耶诞节和新年都没停止轰炸乌克兰 没想到普丁却突然宣布 当地时间6号中午开始停战36小时 普丁罕见战时停火 原来是为了让俄乌国人过东正教耶诞节 但乌克兰可不领情 总统府顾问狂批普丁假惺惺 泽伦斯基认为停火只是皇子 目的是为了阻碍乌军在顿巴斯的攻势 想借此喘息让俄军补充弹药 乌克兰国防部更发布影片 站在海马斯前对俄军呛吓 丝毫没有停战的意思 网路流传白俄罗斯巴士站电子看板出现一行标语 要18岁到60岁男性公民到征兵办公室报道 引发猜测是要全面征兵 恐怕会让俄乌战火烧更大 前线战区炮火猛烈 枪声爆炸声响撤云霄 传出短短24小时就有800名俄军阵亡 大多集中在盾内四颗东部 拜登和德国总理萧茲宣布 将提供乌克兰新一波军援 包含M2布莱德雷步兵战车 雕属式步兵战车及爱国者飞弹发射台 但欧美军援大多是防御地雷的轻型装甲 首顿司机要求提供攻击力道更强的重装坦克 来提升杀伤力 记得综合报道